底下一个问题 荆州的版本很多 内容够有差异 应不应该以哪一个版本读诵 如果选错版本 是否会造成无功德 反而造罪业的 对 这个一点没错 如果没有真正善知识 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不如老实念佛 灌顶大司教给我们 跟我们说说 我们遇到严重的困难 重大的灾难陷阱 所有坚咒都救不了 都没有灵意 最后这一句阿弥陀佛 能帮助你 问题是你相不相信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 我在讲经的时候 讲过太多遍了 在华言经里也讲过好几次 无量无边的功德了 我们今天讲华言 注意一下 华言是整个大藏经的 纲要 也就是说 华言展开 就是大藏经 大藏经的浓俗 就是华言 那么华言再把它浓俗 就是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在浓俗 就是阿弥陀佛经 阿弥陀佛经在浓俗的时候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所以一句阿弥陀佛展开 是一切尽教啊 你什么时候 从这个地方认识的时候 你才晓得 又简单又容易 无比殊胜 你就会把 所有一切尽咒放下了 何必自己 找自己麻烦 阿弥陀佛展开